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又到了新一期的花奖了 我是小花 这一期内容呢比较干货 然后是最近咨询比较多的 日本研究生考修士的一些问题 整理出来的视频 因为是比较多的支持点 希望同学们先记得收藏一下 首先你以为的研究生是你以为的研究生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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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我们国内的研究生是不一样的 日本研究生是修士的预科 那只有国立公立大学是有研究生制度的 很多私立大学并没有研究生制度 很少有 然后所以说如果在国内申请研究生的话 的范围会比较窄一点 是没办法申请大部分的私立大学的 第二点 研究生没有学位 它跟语言学校一样是过渡阶段 如果你在研究生期间 没有好好去努力考上修士 或者是博士的话 那你的原始学历还是你的上一个学历 就是国内的本科或者是修士 第三点 研究生制度的话 基本上是内诺制度 什么叫内诺呢 这是一个日本词汇 ないたく 然后 就是说教授一个人说了算 并没有校方组织的统一考试之类的 所以说教授的权力还是蛮大的 虽然在东大江大明大这样的学校上 它是有统一审核的 但是呢 其实幕后上还是教授说了算 只是在前面准备的那些审核的过程中 把这些繁琐的事情交给了事务 也就是代表着说教授一旦接收了你 他要在一定程度上负担你的这个留学生活 你的升学指导 然后甚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去问他 但是呢 教授其实是平时是在研究上是非常忙的 所以有一些教授他会比较滑头一点 他会在申请的过程中告诉你 因为我研究比较忙 那我可能只能知道你升学 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出现材料啦 就是麻烦不要麻烦我 我这边的话没有时间处理 如果觉得不可以的话 那请申请其他的学校 可能在这样的邮件来往过程中 你会觉得教授还蛮冷漠的嘛 那可能就会不选他 那有的学生可能冲着明校去了 还是会选这样的教授 但是在其他的帮助上就比较少了 好 接下来说第四点 那申请上研究生就一定能考上修士吗 这个可能很多学生都知道 那就是no no no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叉子他申请到了明大的研究生 他一定能考上这个明大的修士吗 不 他去了明大的研究生之后 只去日本的蹦逼 或者是去打光的情况下 那不去做研究 没办法满足老师的这个要求 还有作业课题的一些发表 那老师可能在 根据他的各种表现就会进行劝退了 就是说我可能不想带你去升学修士了 第二种可能 就是说不会那么恶劣的情况下 看他做的程度 如果是说表现平平 也有可能老师觉得不看好你 可能会在你签证满之前 就跟你说不太建议去考修士 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你即便是去考修士考试 和哥的概率也比较小 所以在研究生的过程中 需要看学生的这个个人表现 你的专业能力好不好 你有没有听话 还有你跟老师跟前辈各种关系处理的好不好 也是一个重要的可和标准吧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 东京以及东京周边的一些学校 其实是人满为患的 比如说大家常听到的名字 朱波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然后千叶大学 咱就更不要说像东大这样的学校了 就是怎么讲 除非你特别特别努力 然后在你的研究生中出的一把萃 因为很像朱波的话 他蛮多研究生在学习的 但是将来考修士的名额其实还蛮少 就竞争很大 这样的话 除非你特别优秀 然后你或者说你研究室的那个 研究生的名额 比如说有五个 那修士将来也有五个名额 可能那这样的话 我成功概率会比较高 否则的话是还蛮难考修士的 相比其他的地区的学校的话 比如说像港山啊 像广岛大学啊 这些就是地理位置稍微差一点 但是它的排名其实蛮高的 但是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吧 很多学生就是认主博认恒命国立 不爱去广岛 因为有那个和服社的原因吧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造成了大家都扎堆 这样升学修士的时候就比较难 所以总体来说呢 关西地区要比关东地区 这个升学压力小一点 然后地方地区的话 要比首都圈升学压力小一点 然后地方地区的话 你的升学率又高 拿到奖学金的概率也比较高 所以说大家真的不必就是一准认准那种 任门地区啊 任门院校去申请 因为视频比较短嘛 相信大家还有很多疑问 那如果有疑问的话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私信我 我们会为大家一一解答的 虽然很舍不得大家 但是也要说再见了 欢迎下一期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再见 再见